很多时候我听我的学生拉这一首练习曲 有几个问题 就是那些双音会太大力 太多弓 压得太实 第二样东西就是分不到那个旋律在哪里 当你找不到旋律的时候 你就会把那些力用在不需要用力的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旋律 我自己也不太听到旋律 错误就是将那些力挤在长音那里 其实那个长音只需要衬托的作用 它不需要那么多力 大家仍然要以听到旋律为目标 另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小节 那些有点的双音 很多人会把那些双音拉完之后 给子公停停停停停 如果你想那些音出来是有生气有生命的 那个音可以响耐一点 你一定不可以让子宫停留在条弦上面 还是 当我第二种拉法的时候 用第二种拉法的时候 至少听到是强弱 如果你连强弱都听不出的话 你更加不用讲听phrasing 听那个乐句的开始和结尾 第三样东西大家拉这一首续曲的时候 看看可不可以耳朵跟随着旋律 由最初这个 然后交到低音 G弦 然后回到A弦 然后G弦 然后最后我们给个phrasing 小小crescendo 换言之在repeat之前 就不要四个音一样那么大声 一样那么长 更加不要停留在条弦上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tuba phrase 它不是 这个 应该是一个和应前面的小节 没有完整的 还没有完整的 还未完整的 然后和应 还有制作在 挨一点力的 在G弦上 然后这个音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的interview 在音乐上我们叫它做augmented fourth 有另一个名称叫做tritone 逢是这个tritone 如果你想拉得好听的话 它本身不是真的一个很好听的interview 但是如果你要将这个interview拉得准的话 有个秘诀就是低那个音 就是g低那个音要低 高那个音要高一点 如果你想它准的话 两只手指是要搭着的 离开一条演员